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来看一张微星的显卡 这是一个微星的RTX2080Ti 这张显卡大有来头啊 故事很常听我慢慢讲 这张显卡的卡主呢 在闲鱼上把这张卡卖掉了 发货之前做了各种测试都是没问题正常的 但是买家收到货后说点不亮 说可能是主板兼容性的问题 然后申请退货 这个卖家呢也是当即就答应了同意了 结果退回来之后呢 卖家发现这张显卡好像有拆过的痕迹啊 感觉像是被掉包了似的 所以呢他现在寄到我车面来 让我帮他瞅瞅 这个显卡当从外观上看呢 确实是比较埋态啊 它的风扇接口有损坏 并且背面的螺丝标签也被捅破了 这种情况要是我的话 我指定是不让你退货的 这种都这样了还想退货 没门 门都没有 OK 那我们先给它上机来看一下吧 开机之后呢风扇是不撞的 当时上面的灯可以亮 风扇是完全不撞 整张显卡处于不通电的状态 自然是点不亮的 没有任何反应 黑屏不愣卡 这个呢看着也不像是发快递的时候摔坏了 看来有可能真的是被吊包了 没事我们先给它拆开来看一下 这个显卡确实蛮大的 价值不菲啊 现在应该也值好几千呢 螺丝上面的标签确实是被捅破了 先拆下它的背板 拆下背板之后我发现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按理来说微信的卡呢 这四个位置啊 起码有一个黑色的胶垫垫着的 但是却没有 像是被做过BGA式的这个背面看起来 继续拆 里面很脏 蛮多的灰尘 伤心的显存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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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四周怎么还有焊油呢 不对不对 显存怎么PC还不一样呢 不对不对 核心怎么是裂的呢 哦核心没裂 看错了不好意思 核心没有裂是归之的反光 但是核心四周一圈的焊油 并且呢 从侧边看 这个核心底下 吸球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个核心应该是随便贴上去的 显存呢 批次也都不相同 虽然都是三星的DD26显存 但是它们的批次不一样 一般来说呢 如果是原厂焊接的显存 它们的批次都是一致的 这个螺丝孔这里还有焊锡 看完了呀 看来真的是掉包了 这个批次有9批次 有10批次 有1批次的 并且呢 显存底下这个吸也是胡乱不堪 也是随便贴上去的 都短路了已经 而且这个板子看起来也很脏 跟我料板堆里面的很像 脏兮兮的 看着金手指 都发黑了都 而且看这个显卡上面的仅剩的两张贴纸 PCB上面的两张贴纸 先来打一下组织吧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大短路 显存短路 1.8V短路 PEX供电也短路 那这三个供电短路 基本上可以判断核心没了呀 是吧 确实很惨啊 这位卖家也是心大 看这个贴纸都是贴歪的 贴纸都没贴到框框里面 而且这个正面的贴纸还贴到显存上面来了 这看着不像是厂家的贴法呀 我估计这张显卡现在只剩下这两张贴纸是它原来的了 PCB版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上面的芯片自然也不是原来的了 我服了呀 怎么干这种事都有人干了 当我把这个噩耗告诉这位卡组卖家的时候 他是有点伤心的呀 像这种情况的话 不知道找闲鱼客户能不能挽回损失呢 哎 希望能挽回吧 不然的话也太惨了吧 好 那么视频的最后 像这种情况就没办法继续修了 只能装起来退回客户了 哎 四风日下 太耗人了这也 这要是脾气暴躁点的 不得直接追上门去对峙啊 这也太不把客户当回事了吧 这也太明目张大了 简直就是 这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 牛逼 我只能说牛逼 不知道其他小伙伴有没有在咸鱼交易上面被坑过 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被坑的教训啊 避免更多的小伙伴散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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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